这是周总理追悼会的真实影像 一百辆黑色脚车 簇拥着周总理的灵车驶过北京城 上百万群众 助力在街道两侧为总理送行 追悼会结束后 根据周总理的遗愿 他的骨灰被送上飞机 从空中洒向了他奉献一生的中华大地 今天九月就带大家回到那段 让人悲伤难忘的岁月 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同志地燃尽了生命之光 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周总理离世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时 整个新中国为之震动 谁都不敢相信 敬爱的周总理 竟然会突然离开他最爱的人民群众 全国各族人民一时之间陷入了悲痛之中 新中国的上空被哀伤的阴云笼罩 无数人自发来到北京 想送周总理最后一场 无法来到北京的各族人民 听着周总理离世的消息 原地莫安 无数人因为过于悲伤当场晕剧 从北国到南疆 从城市到农村 全国56个民族同胞的眼泪流成了河 八亿人民共同缅怀周总理 周总理离世前曾留下三点要求 第一 要求不保留骨灰 将自己的骨灰从空中洒向中华大地 让自己的英灵永远留在自己最爱的土地上 第二 要求后世不要特别处理 第三 要求不开追悼会 不开遗体告别仪式 这样的要求符合周总理一生爱国爱民的追求 但他的要求却令中共中央不能接受 随后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一致决定一定要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至于骨灰怎么处理 还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 1976年1月11日 当北京人民得知周总理的遗体 即将被送去火化时 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林车的必经之路 不停遥望远方 静静等候送行车队到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哀伤和不舍 他们天还未亮就来到了道路两旁 一直等到天色渐晚 周总理的林车才缓缓驶来 中文字幕提供 当百姓看到临车的那一刻 内心积蓄的情绪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不由自主地喷涌而出 当车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时 早早守候在这里的群众嚎啕大哭 总理的英容笑貌一直刻在人民的心中 使总理带领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站出来带我们走向了光明 现在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却逐渐离我们远去 这种残酷的现实让人无法接受 最终在夜幕下周总理的灵车 带领一百辆黑色轿车驶过北京城的大鸡小巷 所到之处路两旁都站满了等候多时的百姓 他们纷纷行注目里 眼眶中紧满了即将喷波而出的泪水 在人民心中爱过爱名的周总理 总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他称自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 新中国成立前 他为了将新中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亲力亲为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人民群众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周总理曾经说过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周总理是这样说的 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当天晚上周总理的骨灰盒 被送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夜幕下哀乐再次响起 解放军战士守护着周总理的英灵 今晨文化宫里里外外 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 首都人民有序的来到这里 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在军乐团的哀乐中 前来缅怀总理的群众 胸带白花低头莫哀 一想到敬爱的周总理 已经离我们远去 这些前来吊咽的百姓 就忍不住失声痛哭 一时之间 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哀声一片 人们把对总理的思念之情 化作悲痛与泪水 随后各个国家 驻中国的时间也来到了这里 作为新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家 周总理的离世 让外国友人悲痛晚分 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 走进了文化宫 周总理是他们最好的榜样 他们中许多人 都曾被周总理的外交艺术折服 在外国友人眼中 周总理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文化宫的悼念仪式 从清晨到黄昏 来吊咽周总理的人 一直连绵不绝 很多人天还未亮就来到了这里 此时夜幕降临也久久不愿离去 全国各族同胞都在同一天 发自内心的悼念周总理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没有周总理 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 我们的祖国 就不会有现在繁荣昌盛的景象 而我们敬爱的总理 却在该享福的时候 倒在了闭魔的手中 从天南地北到祖国边疆 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悲痛万分 尽管不能到北京 近距离悼念周总理 全国八亿百姓 用实际行动 寄托了对总理的哀思 上海人民来到黄埔军校就职 这个和周总理 有着不解之缘的学校就职 成为了上海人民 寄托哀思的地方 周总理曾去过的每一个旧日 都占满了哀悼 他的人民群众 周总理为了新中国的革命 奉献了一生 虽然他离世前交代过 后事不要搞特殊处理 但周总理为新中国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人民群众难以忘怀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寄托哀思 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 这一天 无法抑制心中悲痛的首都群众 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他们带着花圈 和无限的崇敬之情 向我们敬爱的总理 献上自己的哀思 牵上花圈之后 人民群众纷纷驻足 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用简单的方式 诉说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自发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 和下面的花圈相互交印 低声诉说着周总理 勇于奉献的一生 人民群众线上的花圈 已经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团团围住 当年结束之后 人们纷纷举起拳头 向周总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宣示 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一定会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发奋图强 报销祖国 最终为新中国的崛起 而奉献终身 当夜幕落下时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群众 还不愿离去 依旧在这里宣示 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放心 新中国一定会在 全国各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向着繁荣富强不断前进 1月15日 在人民道会堂 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 现场近200万人参与悼念仪式 整个天空都因为周总理的离世 失去了颜色 当悼念仪式结束之后 中共中央遵从周总理的遗愿 拍遣一架飞机 将总理的骨灰戴上蓝天 尽管周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但他的英荣效貌和真真教会 一直在每一个国人的心中铭记 让我们一起缅怀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